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国职业棋手非常看重的一项比赛 奖金很高 对 管军人奖金有40万 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两位棋手的对局 应该说是可以代表了现在的中国围棋的最高水平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等级分排名分别是第一和第二 是 确实很厉害 等级分排名很高 而且这两位棋手这一段以来的成绩一直都特别的好 就是陈耀燕已经是天元上已经是四连罢了 对 两次赢了鼓励 两次赢了周贺喜 这是也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而且最难得的是 我觉得他连续在这个中韩的天元战中 凌风对手 强劲的对手崔泽瀚九段 这点我觉得陈耀燕真的很厉害 很了不起 因为崔泽瀚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这么一个棋手 在中国的围棋联赛里呢 崔泽瀚成绩一直特别好 然后陈耀燕呢陈耀燕实际上本来就有一个绰号 叫唱齐杯少年 当年他的成名之作就是05年的时候呢 陈耀燕一路从网络预选打出来 然后一直打到最后的四强 虽然最后在半决赛里输给了孔杰 没有进入决赛 但是那一次的唱齐杯呢 已经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作了 后来在两年前好像还拿过唱齐杯的冠军 是吧 对 第七届唱齐杯的冠军 真的很了不起 这两位都是决定的高手 是 而且呢 其实他们两个人啊 说起来呢 还都是在维甲联赛中啊 中信北京队的队友 两个人可以说是知己知彼 是 看来就只能看看 就是在这个决赛的舞台上 谁能更胜一筹了 好 我们来看齐 好 这盘齐第一盘是陈耀燕的黑旗 陀佳西的白旗 新位 新小木 白旗也是新小木 是 最近中国流看来流行的趋势有所减弱 对 我觉得啊 其实旗友们肯定是 如果你光看中国流的话 也会觉得你作为选手呢 如果你一直下中国流 大家呢 可能对于他的研究过多 也想换换新花样 是 这个确实什么样的布局 也都是随着时间的流失 然后会有变化 现在的旗好像又变得 就是现在的开局又变得多元化了 这个 这个前无手的对局呢 其实在我印象里 从03年一直到0506年 好像非常的流行 黑旗这一手旗有手脚的 当然也有直接挂脚的 这个在职业骑手的这个对局和训练中呢 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局面 那么黑旗挂脚以后 其实白旗的硬法特别的多 白旗呢 当然可以选择从这边加工 这边加工就 各种 三间低加二间高加 对 这两种加工方法是比较多的 会引发很多复杂的定势 那今天 他没这么下 我们就改天 有这么下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 这里面相关联的定势 他今天下的是这个 对 白旗是脱先了 也小飞挂脚 小飞挂脚 对 这个小飞挂脚 谁要考考你 你有没有印象中是 谁率先在正式的比赛中走出来的 你有印象吗 率先下的这个挂脚 不太深刻 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骑行记忆那么深刻 因为当时在普遍认为这个挂脚的时候 还是加工比较正 如果不加工的话 那就小尖一个 这个也是堂堂正正的一手机 这个挂脚呢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受到大家的特别好的一个认可 但是有一位棋手 我觉得 他这个棋风非常的独特 他对这种布局的认识呢 也跟绝大多数棋手不一样 他就是偏偏很执着的下 而且呢 胜率好像还不错 在这种带领下 慢慢大家也都学了 难道是流星吗 没错 真的是流星 看来不愧天津的老乡啊 我一说几个特点 你就那个 对啊 因为你想这个特点 是是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普遍觉得 你看这两个子都在翻线 人说位置太低呢 翻线相会 那个是违反棋理的 比如说 飞棋在里面飞压一下 你看你这个棋马上就爬了跳 你看四个子都在翻线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位置太低了 而且如果提前看成这样的棋 白棋也未必从这挂脚 很可能走别的 那个时候呢 由于有这个理论的存在 大多数棋手就不考虑这个挂脚了 第六手 反挂脚就不怎么考虑了 但是其实真的是 围棋之所以有这种 它独特的魅力啊 就是要有人去打破这种常规 其实流星就 我看它绿植在下 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那正如您所说啊 这四个子都在三线 我确实也觉得 白棋不是特别 是是 很多棋手的第一杆 包括我也是跟你一样的看法 第一杆看到这个棋型 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 但是实际上 当黑棋这两手棋 心情愉快了之后啊 再回过来看 眼前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之后呢 也会发现 实际上 黑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这也是为什么 后来这个第六手 反挂脚脚 能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黑棋现在下什么呢 陈颖 如果是你下黑棋 你下什么 我下 难道是 是继续压 还是小坚硬 还是挂脚 我准备三选一 对 你这三选一应该说 也是 也是只有这三选一了 我们先看压 压过来 对 我们先看压 这个压呢 实际上我记得有雨盘棋普 哪年什么比赛下的 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就记得好像是 马晓春九段 跟刘昕下过一盘 这样的欺负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找方搜一下 打了他们两个名字 实际上 白棋可以搬 让我再搬一个 对 因为有这个字的话 你这个段是过分的 这样 本来我准备 您连斑的话 冲断 我连斑也可以 我连斑也可以 对 连斑也有一下 但其实长一个已经很好 这个压到四线的 压得也很舒服 你打湿一下 打湿一下 力要长 对 然后这时候白棋可以并这个 捞空捞得很厉害 然后把这个 如果你要蒸湿的话 它这边还可以考虑引蒸 从哪去挂脚引蒸 那么这个子呢 实际上变得很轻 就是你虽然 比如说我从哪里引蒸 你可能要提掉 我不知道这个引蒸没有 或者从这边挂脚 这边挂脚可能更靠谱一点 这个引蒸了 这样应该引蒸了 其实你提掉以后 虽然这个很厚 但是这个子我反而变轻了 以后如果你尖 我可以跳过 如果你挡的话呢 我这个往里飞 也很难杀得掉我 如果真这么下的话呢 白棋速度很快 而且这边捞了实地 这整体判断下来的话呢 黑棋并不优势 黑棋感官上固然很舒服 把对手都压在二三路了 但实际上走着走着 就把这个棋局延续下去的话呢 这种提前来那么好 就是黑棋看上去啊 没有那么好 对 确实看上去一个大后世 然后再加上拔一朵花 对 很好 局部来说确实是不错 但白棋的速度也很快 周围到处都是白棋的责 黑棋可能将来只能在这边 做一些一方控的这种扩张 这个白棋倒真的不怕 白棋不怕 白棋不怕 对 这个棋好像有过时代 在职业骑手中有过时代 但不是特别出名的棋手下的 时间太长 我也急不太轻了 那您刚才说那个退的变化呢 其实也可以 退的话呢 你大概就压 它就长 那这样的话呢 黑棋可能要么尖 要么就从这边挂脚 挂脚大概正常 就像这样一样 拆回来 对 那这样的话 黑棋其实也是一方控 我们拆这个吧 拆这个中心点一点 拆这个的话以后 白棋打入 这个很有威胁性 主要是 对 主要是 看怎么看这层皮 我觉得它是后视 所以我就想着拆远一点 这边一般来说拆的中心点 你看你这边是二 这边是一二三四五 应该三四搭配比较合适一点吧 这二和五搭配呢 显得稍微的不够 偏了一点 对 下棋其实讲究一个中 我们知道吴星元老师 写过一本书叫中的精神 当然它这个中的含义有很多 包括中国古典思想里 有一个著名的词叫做中庸 中不偏不倚的意思 就是下棋呢 在拆边 如果你很难选点的时候 一般选在中心点都不差 这个是题外话 但这么下棋的话 实际上因为黑棋毕竟投入了很多实力 这条边白棋一手棋都没有花 两个山路子就围出了这么一条空 这个应该还是不错 也可以满意 也可以很实力 如果黑棋愿意黑压的话 那么就要承担付出实力的这种风险 你围这个空 毕竟总是有风险的 整体来说 因为白棋速度也很快 白棋去挂脚 走什么 这样的话也是一局 白棋真的并不差 所以很多棋呢 就是我们会被自己的第一杆所蒙蔽 很多棋手觉得 这个第一杆不好 感觉不舒服 位置太低 不响了 真正当你这一步迈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山穷水 山穷水富和柳岸花绵的这么一个境界 真往下响了以后 发现事情可能跟你原先响了并不一样 所以这点我挺佩服流星的 就是大家都认为不可行的下法 他就去下 他就去探索 他敢于尝试 这个点挺让人佩服的 就是大多数人呢 不管是棋手也好 还是作为一个个人在社会上也好 大多数人都缺乏这种勇气 对 潘多拉的盒子 大家说不能打开 我们就不会打开 我觉得就像我这种 就是老实说这样下不好 那我一定不会去尝试 对 所以这点确实挺难做到的 流星挺了不起 这只是其中一个变化 这是其中一个变化 那么黑棋呢 后来你刚才说的一个小尖 是吧 我们看这个选叠 这个小尖的话呢 白棋 这时候注意 白棋可不能轻松的往回拆二了 如果这时候往回拆二 人家再次压过来的话 那不输出了 对 那就和刚才就截然不同了 是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这个位置真的是 这个小尖和这个橡胶环 这个白棋亏损太多了 黑棋这一手棋 是足足的一手棋价值 现在黑棋如果再压过来的话 白棋这个字 重复了 顶多半手棋的价值 就亏很多了 所以黑棋小尖的时候呢 白棋的正招是什么呢 以小尖一个吗 以比之道 环尸比身 这是正常的一个行为 因为如果说 刚黑棋挂脚 白棋小尖的时候呢 作为白棋一方来说 他并不是担心什么 黑棋在这拆 或者别的 那样能挂到这个脚还不错 他很可能担心的是 黑棋手脚 或者在这种地方拆边 是啊 那时候我觉得咱特别流行的下法 就是拆这个 或者是大飞手脚 对 这个下法是很多的 所以呢 他先能挂着一下 跟你这个交换以后 再回过头来小尖 这个在流行当时的 这种主导思想看来呢 确实啊 很筋得住推敲的一个思想 白棋便宜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局面下 基本上形成了 剑合的这么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边走什么 白棋就可以走什么 黑棋如果拆 白棋这时候再拆回过来 只要跟着对手学就可以了 很舒服 这个 是不是 只要变高低配合 对 很轻松 然后如果说 黑棋在这个边 他觉得被你拆不舒服 黑棋要加工 黑棋加这个 你也可以加这个 白棋也加工 他这条边呢 也形状也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对 所以在这么一个主导思想的 这么一个基础下 确实 黑棋这个肩呢 也给人一种 稍微有点缓的感觉 因为黑棋走完这个以后 白棋只要跟着黑棋学 黑棋就不知道下什么了 那么这样来说 这手棋应该不是特别好的棋 那除此之外 王老师我还知道一个下法 就是在这边 我先加工一个拧小间 然后我再拆个二 然后三件低价 这个呢 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啊 非常流行的一个下法 这个加工的时候呢 其实是给了白棋一个选择 但白棋选择这个的可能性呢 不是特别的大 对 这样被我一手机就飞住了 因为这个飞住的话呢 还是很不舒服 所以白棋就必须得爬两下 然后还要再回过头去做活 在这个脚上呢 就显得太凝重了 此处也太多了 对 所以白棋呢 可能还是这个 尖出来 那我再拆个二 再拆二 这样的话是正常 这样的话呢 不过实际上 即便白棋在这边 再继续加工的话 黑棋 黑棋当然这时候 可以考虑尖顶 尖顶 如果我们看成黑棋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图差不多 黑棋可能会坚定 那么白棋呢 在这种局面下游的时候 就先跳一个 跟你这个做个交换 不让你坚定 变得那么严重 然后再加工 对 这样的话呢 这盘棋当然也是两分了 大家都没有下什么明显的坏棋 但是总感觉呢 黑棋这一手棋的交换 有点卖味道 其实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呢 在职业棋手当中 黑棋选择这个加工 再拆二的这种下法呢 就越来越少了 因为这两手棋 作为黑棋来说 实际上它是想保留的 它很期待能够直接加工 然后这边留一个字 将来它很可能想紧逼 这个形状 你既然它贴两下 这边扩张自己的 这么一个间隔 很有可能呢 就是将来 如果它上面走得厚了以后 它真的还是有可能 从这边来 还是要 对 要不从天上连上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这样手机交换呢 有点 卖味道 对 不太想过早的去走 对 确实可以保留一些 更多的变化 就是至少是紧加 紧加其实很严厉的呀 紧加再贴起来 这个很严厉的 所以说这个棋 在职业棋手的 这么一个思维的 这么一个模式中呢 它是不停地在进化的 从这第一手棋 被别人否定的 这个反挂开始呢 针对于这条边上 黑棋应该选择 什么样的下法 我觉得 不下一两年 大家都在为这个形状 进行探讨 因为这条边上 确实可以选择的 地点太多了 也有人下过这个 这个 这都有人下过 还有人下过这个分头 或者直接紧加 这都有 包括一开始说的 飞压和小尖 很难说 形成某一种定论 就是说 哪个是最好的 这个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也是很难找到 因为围棋确实太复杂了 没有一个 我觉得围棋可能更像于 相当于文理 如果分科的话 围棋可能更偏向于 在布局阶段 可能更偏向文 更偏向文 然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 文物第一嘛 实际上没有人说 什么样一定是最好的 那偏向到中盘和关子的时候 可能更偏向理 就是那个时候 确实四目一定比三目大 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严密的这个计算过程中 寻找到最佳的一手期 寻找到目数价值 最大的一手期 所以围棋应该是 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说在开局 是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我们下什么 几乎都没有说特别错了 对 就是方向如果正确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 我们看他这手期 只要骑黑棋 在这条边上下骑方向 应该都是差不了的 对 但这盘棋呢 这个黑棋啊 没有选择我们刚才说的 飞压这种分头加工 它是直接是二件高架 这手棋 这手棋在中信北京队 应该有过研究 因为我记得 09年的时候 我跟孔杰啊 佐嘉西陈阳业 一起在中信北京队 征战过一个赛季 那个赛季 我们成绩还不错 拿了亚军 至少是 非常不错 至少是目前为止 就是北京队 舰队历史上 北甲赛场上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成绩 最好的一个成绩 其实那一届 我们特别可惜 那一届我们比 第一名的杭州队 多赢了五盘棋 就局分 多赢了五盘棋 但是大分却少一分 哎呀 这个让人 现在想起来都郁闷的不一样 是 这五盘棋 没赢到点儿 我这个说远了 说远了 我们看棋 不好意思 回忆棋以前的往事 那么为什么说 中期北京队 可能有一定连绩 我记得 当时在第三轮 我们对西安队的时候 2009年的 这个年赛第三轮 是您现在的东家 对 当时的我们的主将 是孔杰 对西安队主将的 这个孟太林 孟太林 那盘棋 下的一模一样 跟现在这个棋 可是一模一样 那你们做过研究吗 对于这个棋行 探讨过 就是据说话 时间过去有点久 具体研究的一些变化 想不起来了 当时呢 是 孔杰的白棋 那个孟太林 也是加工的这个 加工的这个 后面的招法 说实话 我对于有点记不太清了 真是 但是隐约有印象 有印象 前面这种机肯定是这么下的 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我们在一起研究的 黑棋 走这个不出意料 陈阳业这个也是 在布局阶段 因为很难 这两位棋手 都不是那种 死气沉沉 下布局的棋手 他们都是很活泼的思维方式 没有说 这个人肯定下这个布局 想都不用想 肯定下这个布局 针对性的研究就完了 我觉得他们俩的布局 更像是一场遭遇战 就是准备起来 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当陈阳业 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很可能本能 他不愿意花太多时间 在这种地方思考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你想个半小时 想破脑袋 你也想不出后面对手 会下什么 所以他可能本能 也就会去选择 自己比较熟悉的下法 人之常情 对 其实您刚才说 不太好准备 其实另外一方面 由于他们朝夕相处 天天就像是维甲联赛 他们会一起征战 然后之后 您还说 你们会一块复盘研究 所以说是不用刻意研究 确实不用 因为太了解了 对 其实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很奇怪 太了解 有的时候反而等于不了解 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去形容 就是很难说 很难说 知者不言 这个很难说 大家议会 对 反而就是整天朝夕相处 看对手下的棋 但他们俩之间交手的时机 反而少了 对 在一个队 可能一年两年 也不见得能够碰到一起 是 他们两个人 就是真的交手次数不多 只是在今年的大宠酒杯 曾经遭遇过一次 当时是陈妖夜淘汰了拖家戏 因为他们是一个队 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队 那么每年的主将战场 我相信在主将的赛制上 他们一年下两盘棋 都是很有可能的 现在他们几年 下不了一盘棋 很正常 这个看别人下棋 和你直接跟这个人下棋 那是两个概念 完全全权的两个概念 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 你跟这个人摆棋 摆了几次 你绝对他了解 那个真是谬 大谬 还得是交手 要交手 才能是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要被大赛中交手 日常的这种训练快棋 下的那不一样 好 说远了 我们看棋 好呢 看看棋 他现在大跳 大跳呢 很简单要争先手 就是要争先手 对 他就想 黑棋跟着硬一个 然后他再加工 是吗 黑棋这个棋的硬法呢 有学问 一般来说 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学棋 就是白棋大跳的时候 黑棋只有一种下法 以同性应对 对 黑棋就是这个 我记得如果说电视机前 现在有一些 可能30岁以上的棋友 应该都跟我有这种 同样的经历 有同感 这个当白棋大跳的时候呢 黑棋这个大跳 似乎是教科书上 金科玉律的一首棋 断然没有其他的下法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展中 这个棋的下法越来越多 对 黑棋 之后呢又有小跳的 有小跳 然后这个靠呢 虽然说不是特别的人多下 但是也有下的 也有下的 然后白棋搬 白棋搬 黑棋退 然后再跳 然后再跳这个 对 这样的下法呢 有的时候 如果黑棋断的话呢 如果黑棋断的话 这个形状 黑棋并不便宜 大家 这个大家有概念 白棋加一个 这个形状 黑棋并不便宜 但是黑棋有的时候 可以下这个棋 很凶 就是当白棋跳的时候 黑棋可以硬打下来 这个棋 我在我的围棋的这个 下过的棋里 我曾经有两盘下过这样的棋 一盘是黑一盘是白 这个档其实挺凶狠的 如果你接上的话 它在从这边跳出去 或者飞出去 这也挺厉害的 就等于逼着白棋 做了一个这个交换 然后这个头还是出来了 但是这个属于去向 属于去向 总体来说 白棋加工过来 还是还倒 一场混战 那现在呢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它实战的下法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 都不沾边 又是一个这几年 这几年职业棋手中 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尖顶 那这个是他们 中信北京队的独门绝学吗 也谈不上 确实很多人下 大家都会下吗 对 但是很多人在下 我记得这个尖顶 谁先发明呢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您还得再透露一点 我来猜 谁先发明呢 这一点呢 太大了 这个话题太大了 确实不好说 但是我印象中 记得在正式比赛中 先下出来的 应该是鼓励就了 鼓励 至于他是不是受到谁的启发 在这个 比如说训练室里 也受到谁的启发 这个就不好说了 因为在中国棋院的 翻楼训练室里 有才能的棋手太多了 经常没准 鼓励看到哪两个小棋手 下过一盘棋 下过这个形状 受到启发 他记下来 然后他今天在大赛中用到 可能媒体很多就会写 这个棋是谁谁先看出来的 但是不一定是他的创作 原创不一定 这个尖顶的意思 其实他主要就是希望 白棋长 那就跟着长一个 这样的话呢 作为次剧场来说 黑棋没有不满 但是他多交换了一个 尖和长的交换之后呢 他就失去了这些 什么靠啊之类的变化 但是本身 如果你直接走的话 你以后肩顶是肩顶不到的 那人家会吓什么呢 对 白棋会反刺 白棋会反刺 然后再扳 对 白棋不会在这简简单单的长 做一个后手 那么这样的话呢 黑棋虽然形状很厚实 但是黑棋是后手 黑棋是后手 也就是说 白棋断然不会在这里 再走一手气 这个肩顶的意图就在于此 黑棋一定是要 从里边出头的 这边如果不出头 让白棋跳起来那完全无法可想象的一件事 断然不可想象的一件事 所以在出头之前呢 他希望把你 因为你如果直接跳的话 将来你坚顶不到 白棋有可能拖了虎 在这边寻求整形 这是很有可能的一种下法 黑棋如果能够坚顶到 再跳出来的话呢 等于在破坏白棋眼位的同时 还让白棋刚才那个拖了虎 整形的这种可能性 荡然无存 其实如果能下腾这样的话 在局部来说 我觉得白棋是不太接受的 就是黑棋坚顶的时候 白棋其实应该想想办法 这个单肠 让黑棋太满意了 不太舒服 那有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腥味脊一个有可能吗 腥味脊倒不太可能 腥味脊它就算打得接着 也不是很多 我是见着什么形状 经常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像 好像 有我也要回忆一下 确实在什么情况下 跟着盘棋没关系 等会我回忆起来 咱们再说 现在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肩顶的时候 白棋可以考虑肩这个 我觉得 哇肩这个 就是总之不要在这里走气 这一手 因为不管你将来怎么走 如果你还是跳 你还是跳 我这个肩其实上 总是有先手位的 那我可能就跳大一点了吧 对你跳大一点 其实我这个肩 当然胡了打也是先手 我这一手 可以直接走到这儿了 如果你从这边出头的话 我可以走到这儿了 那这个肩顶 是不是便宜 就要重新考量了 就要重新判断 起码不像刚才 我这多了一个子 这边又出不来 不知道为什么 但陀佳琪的这个围棋关 很有趣 就是它跟我们的这个判断 好像不太一样 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 不能接受的 它偏偏就接受 我们觉得挺好的 它觉得不能接受 它也可以觉得不满意 这个时候很多 这个时候很多 就是我的对围棋的理解 是这样的 凡是能够挑战常规 并且能够 还能把棋下得很好 成绩很好的棋手 我都很佩服 像刘星 像陀佳琪这样的棋手 我都非常的佩服 因为他们脑子里的 这种思考的这个世界 是我到不了的地方 确实 我无法去揣测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像这种棋 很多实验棋手 其实都认为 坚顶的时候 如果就这么一场 就被别人便宜了 对 黑棋达到目的了 黑棋的愿望不就是这样吗 黑棋就是希望 这个坚顶的时候 以后哪怕我是先跳的 以后我坚顶也是希望里长的 但是当然白棋就不长了 实在先坚顶长 再跳成这样 等于黑棋完成了他的想法 完完全全的完成了他的想法 那这棋别无所求 对于黑棋来说 黑棋满意 自然白棋就不满意 白棋不满意 那就要寻求一些 对 就要改变一下下法 这个尖其实还可以 尖 如果黑棋从里面拆的话 白棋就可以跳下去了 这一旦被白棋跳下去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对 我觉得黑棋可能出头 总是要出头了吧 总是要出头 那么白棋其实就这么下也很好 我觉得 如果真就这么下的话 黑棋不见得便宜的 拆出来 黑棋不就这十二母棋吗 随便头被白棋出那出来 这个黑棋很难说便宜 如果像这样 我觉得黑棋这个尖 不见得是成功了 但是至于黑棋怎么对付这个尖 我也不是很明白 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新的思路 可能会尖那个 尖的话白棋再尖那个 这个应该是可以考虑的下法 你大概就只有飞了 呼一下 呼一下 结他有力的话 冲的加还是很厉害 但这个棋型白棋也完整了 白棋也很舒服是吧 加工在这个位置 这个很难说 或许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下法 我刚才说过了 值得参考 这个东西可能 反而不在陀佳希的思考范围之内 他也可能历尽沧海 觉得回过头来还是尝一个就最好 就算了 那在你印象中 你跟陀佳希和陈耀业当过一年的队友 那你去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棋风 陈耀业的棋风相对来说好评价 就是对实地的这种掌控非常强 应该说换个词就是说 他很喜欢实地 但是对全局的均衡性的掌控也非常的强 陀佳希的棋风不是很好评价 我觉得有一次09年下半年的第一场比赛 陀佳希赢了一位棋手之后 我们当时的领队 谭延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虽然很大白话 但是我觉得特别符合 他说陀佳这个棋真的看不懂 反正倒射了倒射了 倒射到最后他就赢了 这是当时很有趣 谭老很有趣的一个评价 那挺神的 就是倒射倒射就能赢了 反正一开始的棋总是很乱 到最后归着归着 走着走着 别人空就不够了 或者说他就把别人吃了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一定要归纳一下的话 就是实际上陀佳希的力量非常大 他下了一些让你觉得看不太懂 或者不理解的棋 但是最后总是能把他给拉回正轨 因为你赢棋到最后总是要靠目的 他总是能够把棋拉回正轨 就说明他对全局的掌控性确实很强 而且这种掌控 是以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的 一定要很强大 否则的话你下一些有去向的棋 你最后拉不回来了那也不行 怪不得你们管他叫妥牢 反正他们俩都很厉害 我是下不过他们 肯定下不过他们 谦虚了 我很喜欢看他们的棋 他们之间的对局确实太少了 我想这盘棋一定会很精彩 然后接下来白棋是靠下来 这个靠这两手棋 其实也是损得难鸣 还交换得难受 交换然后把黑棋的脚弄得很厚 但是我觉得把黑棋的整体都给压到二路上去 是不是还是能满意 但是本来的话如果将来能从那边逼的话 这个地方有点 如果这里有紫的话将来这个地方有点 点完了以后可以让黑棋搜刮一下 让黑棋更难受 所以说这个靠确实从心情上来说 把黑棋压低了 感觉还不错 但是黑棋也变得很厚 黑棋没有任何毛病了 我觉得它靠了顶的这两手棋的交换 真正的目的倒还不在于把对手压低 它可能是讨厌以后被别人点一下 现在它整形了 所以它以后如果你点的话 以后你点白棋这个棋是绝对先手 对吧 这个你就因为不太好一次点了 以后白棋搬了打吃基本上也是能走到的 那黑棋在这个局部的交换之后 让白棋变得更厚 这也是白棋心甘情愿 就是卖掉一些味道的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 应该是这样 对 一般来讲职业棋手下棋是不会轻易的 这个就吃亏的 是啊 下一手 下一手呢 有点意思 小尖 小尖那个 对 陈妍我觉得 我特别想问问你 如果是你下的话 你会下在这吗 我肯定 我不下这 我一般会选择低感 加工一个怎么样 对 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第一感 我大胆揣测 以我们两个的知府 赌其有门之心 我觉得 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跟我们想的一样 因为这两手棋交换之后 这几个子相对来说已经变厚了 已经变厚了 其实这两个是有点消损的 变厚了之后呢 这棋难道不想加工吗 对啊 我想加工 先让他跳一个再说 对啊 一个加工逼着你往天上跳 然后 我好像在长 对 白棋长或者中央随便走 走个什么子 就是这样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思路 一个轨迹 但是这棋真的是绝了 真的是绝了 要不然怎么说我挺佩服他们的 这个棋他就剪一个 然后让白棋 让他拆 轻轻松松的拆在这 这个尖我觉得当然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说 跟这个场有点相像 就是还是我一开始说的 就是我们往往觉得不能接受的东西啊 陀佳希 陀老师 他非常能接受 这是为什么呢 很乐呵 很乐呵的就接受了啊 很开心的就走这个棋了 一点抵抗都不做 这个棋 为什么不加工呢 这是为什么呢 真的是想想问问他啊 你问他其实也很难问出来 就是你想要的答案 他会说 哎呀 这间一个也是一手棋嘛 他可能会这样告诉你 但他大脑就因为想些什么啊 这是已经交换完了这几手棋 又不去加工 让别人这么一拆二 这黑系拆二一个子变成两个子 生根了就快 对这样是肯定攻不动他了 如果一个子我加到这的话 它是没根的嘛 我可以攻他 现在基本上摆着一个这样的拆 我又不可能就在这逼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 这个就不攻了 不可解 到现在您也没明白 我不明白 我的境界有问题 我的理解不了 可能理解了的话 我就在这下了 那总之呢 这个我觉得啊 其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学 就是你原来是什么风格啊 你还是按照什么风格去下 别觉得陀老师这个风格特别厉害 你就去跟他学啊 这其没有一定的功力学 那很有可能 东施孝平 对我这种我肯定不敢学 我觉得你可以学 我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加工有点复杂 这个肩一个比较稳健 那您看我就不像是能战斗的棋风吗 反正跟他们下不战斗 少输一点 对我有机会跟他们下也不错 尝那个 那这手棋尝还是很大 那尝完了以后 实际上这个棋型并不正 以后被别人点方 这个不是很舒服 那这个棋呢 现在再尝啊 当然价值还是很大 但是总感觉 由于黑棋已经率先安定了 这时候的白棋呢 有一点啊 像忙活自个儿的 这么一个感觉 没有拉着黑棋一起去往上逃跑 这棋不舒服 难道是陀老觉得这两手棋 交换不便宜是吗 会吧 那就不理解了 好吧 总便宜啊 这一手拆编木术 和人家在空中跳一个 没木 而且依然孤其 那我觉得不能不便宜吧 我觉得可以发一个 有奖征达 就是棋友们呢 把自己对这个 这手棋的理解 这个跟贴到 发帖子出来 或者跟贴到我们的微博上啊 对或者是跟我们 天元频道的编导联系 对对对 设立一个有奖 现在信息时代 现在信息时代啊 对我们可以揣测一下 我们揣测的最靠谱的呢 最后通过我们 骑手的渠道 我们去问一下 陀佳琪老师 看看她是 确实是不是 你的想法跟她的比较接近 那奖品 奖品让陀老 对 让陀老出 陀老签把名 签个名的善子 这个可以考虑 对 长期被冠军的签名 对 她如果拿了冠军 我觉得你跟她说的 肯定能同意 她第七届已经是冠军了 已经是冠军了 那这一届输了 也估计够强 好 长这个 好 继续看齐 大家对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确实可以揣测一下 可以揣测 就是我想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呢 就我们两个现在在揣测的这些道理呢 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 我们是以长情而度之 就是陈老师 陈颖老师下午是这样的 我这么下也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棋手 可能第一感也是在这加工 但是为什么 妥老偏偏就不下 而且她不是这一盘棋这样走 她这个经常会出现 跟大家的思维模式 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景象 但是偏偏最后 她老是能赢 成绩特别好 那个老赢棋 等级分又那么高 冠军又那么多 这确实厉害 不承认不行 了不起 所以能跟他想的一样 就更好了 不过现在我能跟王老师想的一样 我已经很满足了 谢谢 跟陈老师想的一样 虽然好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赢棋 就是我按照他的下法下 我估计一盘棋我也赢不了 现在飞一个再飞 这个是比较正常 然后再进脚 拆个二 常见 走得差不多了 现在黑棋 这棋 算了 我们直接宣布结果吧 这个棋点这个呢 确实很想下的一手棋 实际上呢 当我看棋 看到黑棋点到这儿的时候呢 我有一种浓浓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个棋 摆棋的布局 怎么也不能算是成功 虽然我现在 说白了啊 说白了 这棋如果不是 陀佳琪在下的话呢 我肯定要批评一下 我觉得这手棋 跟这手棋都有问题 都不太好 但是这么多年 讲陀佬的棋 讲了也很多了 就是反正老是能赢 我也没有什么信心 去批评他这个棋 那他也不可能 就我知道的这些东西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肯定是明明知道 偏偏不这么下的 所以也没什么批评的意义 但是呢 由于这几张手棋 还是有点 剑走偏锋 不是按常规来的 黑棋呢 都是堂堂正正的下棋 当黑棋点到这的时候呢 我觉得白棋这块棋 有被攻的危险 由于其他地方 白棋并没有什么 值得书写的收获 比如说这条边 价值就这么回事 正常的 也就这两个子 还是一个有效的 这么一个子弟 在实力上 和在外市上 黑棋并不落下风 现在黑棋能够腾出手来 抢先进攻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攻的黑棋 攻的白棋很难过 这个一点 对 总体上来讲 觉得应该黑棋布局满意 应该是挺满意的 点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黑棋好 白棋从这儿出头 从这儿出头呢 应该说也是当然的一手棋 如果要是这个头不出 比如说从这边走 让黑棋从这边封住了 以后不好出头了 白棋如果还要被迫 从这边去走很难看的 这个鱼形啊 要单关连回来 那太难受了 太痛苦 这棋可能也就下完了 他现在从这边出头呢 毕竟还多少能够威胁一下 黑棋底下的这两个子 方向正确 但是由于我觉得黑棋 这两边都挺宽松的 所以好像不怕吧 白棋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这个尖是好棋 这个尖呢 以静带动 他想是补墙自己这边 还是瞄着这边 都有 可是我这个棋是先手啊 就应该没得瞄 这个搬了打吃呢 确实是先手 这个地方呢 弱点不明显 但是这手棋呢 以静带动 后发之人 积蓄力量的一手棋 先看看你白棋怎么 出招 尖完了之后呢 白棋在底下的眼泪 已经一点都没有了 是吧 黑棋呢 这个两个子变成三个子嘛 在这个地方厚了很多 同时这个多少是有一些价值的 将来这个搭 这是有可能的 你搬的话 它再连搬 你搬的话 横顶啊 什么这种是有弱点 就算不直接走以后 小小的跳一个 白棋难受 对白棋要补 对 这个形状因为毕竟大跳嘛 比较薄 不像小跳那么厚 所以这个尖呢 虽然眼下可能这些手段 不着急使出来 但是这个尖足足的 有一手机价值 对 瞄着白棋 对 拳头已经缩回来了 剑已经搭在工厂了 什么时候出去 要看时机了 所以说 感觉黑棋这两手机 掉的还是很不错的 当然这个尖本身 实控价值也很大 现在白棋从这边逼住 总感觉 我这个距离 逼这个我也没太看懂 这个那边确实很大 他可能觉得 如果不走的话 黑棋可能会走 黑棋走的话 这两个地方 就是就相当于两个翅膀都伸开了 这两个子 伸了两个翅膀出来的话 这个感觉确实很舒服 而且这个子呢 对这边的小尖是有危险的 下一手再飞进来 你不是就有可能不活了吗 对 这个眼型 就是白棋开始担心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 下一手棋价值确实很大 但是啊 你看这个白棋的这个形状 我觉得有点痛苦 如果能把这个缩回来一下 这样我觉得还行 这下的 这有点太窄了 我觉得这两个子 放在那儿可能更好一点 不能这么假设 陈颖不能这么假设 这个棋已经放在棋盘了 这个围棋不是像棋 就是不能移动的 不能这么假设 对 我们常说 但是啊 我看到这个形状 就是说这样的时候 我不肯下这个 我只是想说明这个 对 如果是他后退一路 我肯下 不肯归不肯 但还是最大 还是得下 还是要下 对 人生中哪那么多 让你高兴的事啊 都是各种桥都搭好了 你去走那 如果你这两个子 是在这儿的话 人家当初直接一手棋 就逼过来了 这个历史和生活 都是不能假设的 只是我们 作为一个围棋选手来说 如果你想赢这一盘棋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可以 就是挖掘到 当前价值最大的一点 如果你每一步棋 都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你天下无敌 你一盘棋也不会输 实际上你赢一盘棋的话 你不需要每一步棋 都做到这一点 你只要在关键的那时刻 不犯严重的错误 你不一定非要下100分的棋 但是你只要不下20分的棋 就可以 是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当下这个局面 确实是比较重要 所以你心情不舒服 觉得有点重复 但是并不能够否认 这手棋的价值 还是最大的 围棋呢 就是这样 你下好每一盘棋 下这手棋的时候 争取让你前面的子力呢 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一个发挥 效率都很高 那么你这手棋一定是好棋 当然我们现在感觉上 好像陈老师 觉得不舒服 就觉得这个地方 效率可能不是特别高 觉得不舒服 那也没办法 有的时候确实不可能 都等你摆好了架子 什么的 菜都端上桌子 然后请你来吃 不可能的 你得自己去慢慢的捣吃 你得去准备 对 跟头家鸡血 捣吃捣吃 但是这手棋呢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手棋 可能走在这儿比较好 高位啊 高一路比较好 这个小飞呢 虽然方向是赞同的 但是 从力度上来说 我觉得单跳可能好一点 区别在哪呢 我小肩 我不一定挡了吗 我不一定挡 我不一定挡 这两手棋的交换 应该我已经有所得了 将来你就算往里爬 或者往里飞 应该我也已经有所得了 我可以考虑去 这边先走走棋 尤其这个高位在这儿的话呢 对江连上面的作战 比如说以后将来 很容易就可以把你封进去 靠了几亿连班 就可以把你封进去 对 总之不一定挡 我想开了 我要确实没什么事干 我再回来挡 我也没什么亏的 但如果你不走的话 我将来直接可以脱退 或者甚至于直接点入 你总是要走 然后把飞起的这个眼型 变得更小 对 我觉得 跳在这儿应该 应该可以考虑 不会比他小飞着 那不管怎么说 这地方还是很大了 确实是还是要走棋的地方 尖顶 尖顶 这只有长 这个长 然后再扳一下 挡住 这扳就是防这边的点 防这边的点 对 下穿这样的话呢 从这个点开始呢 黑棋还是有收获 黑棋还是有收获的 自身已经活了 自身已经活了 然后白棋这边的效率呢 确实如陈寅所说啊 我刚才说不是很高 对 虽然价值很大 但是不是很高 白棋在这儿 落了个后手之后呢 黑棋还是 还是可以 对啊 他再把这个拆回来 让这个后 发挥不了作用 这个拆我有看法 嗯 这个拆不是必然的一手吗 嗯 一开始我也觉得 是必然的一手 当我 尤其看到这个拆完了以后呢 尤其看到这个拆完了以后 黑棋 白棋就这么简单 尖一个 让黑棋这么围住 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 从布局的进程来看啊 黑棋真的是顺风蛮多 黑棋很愉快 对啊 空也很多啊 这个地方的形状也很饱满 嗯 到处的效率都很高 然后白棋还有一对不活的棋 这边的效率也是有点重复 但是这个棋走一走之后啊 我发现真的很难讲 就是 为什么 刚白棋 在争了先手 白棋走到这儿的时候 这期还是很难讲 黑棋并没有说 像想象中那么好 那您觉得就是这手棋的问题吗 对 我觉得只能倒推了 因为在这手棋之前 我没有发现黑棋有任何一手棋 是不好的 所以这只能倒推 我觉得这手棋呢 大虽然大 但是不是极锁 极锁 那我们大家一块来看看 这极锁在哪 因为我看到这个棋形 我想啊 这边白棋变厚了 那我自然就要处理这边 不然被白棋加工过来 那我这个子 面对着后势 我肯定动不了 对 有点苦 但是这个子其实还是很轻 现在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积极 从这边吗 我觉得后来白棋飞到这儿的时候 白棋的布局真的不算落后 那黑棋呢 我再倒推了一下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固然是很大 很大 但是那个只是大长 那不是极锁 这极锁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黑棋应该飞这个 黑棋这个飞 实际上本身在这个地方 得到的这个地域上的控制 就是实力上并不做 并不小 或者可能比一个稍微小一点点 最多了 但是这手棋 对双方后薄的影响太大了 你看你这个地方如果加工啊 你加工在这儿的话呢 你是吃不掉人家的 人家轻松往里飞 很容易就活 你如果想加弄一点 你就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就算拆盖 你可能也就坚定 以后上面震一震 就这个地方对于木树来说呢 收获小是不小 但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所以这个地方 由于黑棋几边两个子呢 几个子都很轻 所以现在黑棋 我走这个的话 你有没有勇气拖先 其实还是一回事呢 你现在会真的不理我 气盒去加工我那个吗 我表示怀疑这个棋 真的让我再下吗 让我再下 其实我就算把你这个断吃了 价值也很大 确实白棋可能不一定敢拖先 不一定敢拖先 你在这个地方表态的话呢 白棋只要在这走棋 很难免要走单关 你说你 你如果要防守的话 你哪步棋呢 不是走单关的防守呢 你这个 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是黑棋最欢迎的 黑棋只要轻轻的一退 下一手这地方你还得补 对啊 怎么补呢 大概这样 这样的话 黑棋也不用说这么追 黑棋就简单的往上跳一个就行 这底下的路已经被封死了 白棋如果就这么逃跑的话 这几手棋的交换 黑棋已经不知道便宜多少了 黑棋这边已经控制了一定的地域 而且整体的白棋呢 现在连一只眼都没有 现在黑棋再回头去拆 那这个棋 白棋的布局真的失败了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真的失败 这是黑棋最欢迎的下法 对 这个也走到了 确实 但是黑棋飞的时候 我觉得白棋不能这么老实的跟着走 对 所以来 我们就是帮白棋先看办法 但是白棋现在这个马上加工会吗 应该也有风险吧 应该也有风险 我现在就在把你这个断吃了也很大 对 这木树挺大的 所以这棋我觉得 这个地方 黑棋这棋应该是有疑问 这个太大了 一开始的时候我没发现 后来我也是觉得 从白棋走到这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棋黑棋 好像怎么不好 对呀 怎么觉得白棋到处的棋 都是有点缓 然后值得商榷的棋 白棋下了好几步 黑棋没下坏棋 为什么走一走的话 黑棋看不到优势的迹象呢 我觉得可能这手棋有点缓 错过了最好的 把局面拉开差距的一个时机 应该抢先攻这个 其实走这个好 还是走这个好呢 这倒是可以商榷 走这个其实也可以考虑 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个地方 白棋想补断是很难的 很艰难的一个补断的方法 这个就正常一点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在布局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分岔口 你会选择是这个A方向好 还是B方向好 这个对于棋手来说 那是需要大智慧去辨别的 尤其像一些 比较对后面的局势 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刻 像这个棋 我觉得下到现在 我分析陈阳夜当时的心理状态 陈阳夜这个点方 从这个肩开始 到这个肩顶的班这个差 应该一系列都是在陈阳夜的 这个很心情愉快的状态下下出来了 对 他或许就没有动什么太多的脑子 他觉得这样已经很满意了 因为从常规来看 确实白棋这几手棋下的都是很普通 对好像没有给黑棋造成一些麻烦 所以这首棋我觉得 如果要批评的话 其实可能是有点随手 有点随手 可能忽略了那边的大场 对 那边的极锁 这边是大场 对 这时候应该抓住极锁 抓住这个机会去梦攻一段 实战这地方下的还是太简单了一点 很可惜 那白棋 白棋就简单尖了一下 其实我倒是觉得 从这手尖可以看出来 白棋对局势感觉也是不错的 因为像这个局面 黑棋能够围到这儿 黑棋还是很舒服的 对 这样连上 很舒服的 白棋在飞 然后白棋飞在这儿 对 从那个尖开始 白棋就是已经垫上这个飞了 飞到这儿之后呢 因为黑棋已经不太容易攻到这个白棋了 黑棋这个段就变得不是很现实了 这个段就不是很现实 同时这个子又不能死 你说你现在要拆个一 白棋再加一道 把你这个子吃了的话 那白棋中间反而变成后事了 这样点方的这个子 就这么无忌而终的话 那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很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黑棋这个子呢 还不能轻易地去弃掉 他必须要 一直要瞄着这个段点 对 他要逃跑这个子 他要逃跑这个子 再瞄这个段点 实际上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不是一个 特别理想的攻击的节奏了 你想 你在追赶别人的时候 你首先要 被别人追赶一下自己 这种感觉是多么的不愉快 最佳的攻击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一边收着空 一边去围着空 一边让对方单独的逃跑 自己没有任何的负担 想攻的时候就攻他两下 不想攻的时候 我们随时就回手受控了 这样的话 这个进攻 那下的是多么愉快的一个步调 所以当白棋飞到这的时候呢 这棋 黑棋反而有点为难了 如果说白棋前面的游几手棋 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说这个肠 这个肩 或者什么 他犯 如果说 如果说是错误的话呢 顶多扣0.5分 最多 小问题 小问题 这手棋 我觉得至少扣到1分到2分 一下前面全都折回来了 对 看似必然的一手棋 他就很快的 就很愉快的就下了 我觉得他肩顶了 扳完之后 再拆 这都是他连贯的思路 他就没有想过要往那边走 因为这个肩顶的扳的 确实有点俗 他可能觉得 俗一下以后 能走回来这个也还满意 但是 确实这个地方 没有去抓紧时间 去进攻一下白棋 有点可惜 非常的可惜 我们看看实弹 他会去靠一个 靠很损啊 这个靠 你等于从天上交换一手 然后人家尝过来 这边几个子 变薄的同时呢 石柜也有损失 但是他不这么下的话 他威胁不到白棋 这个也挺痛苦 对啊 他又不肯 撑人一举就死了 那不死 他就得逃啊 然后再跳出来 当然呢 不可否认的是 就是黑棋 在逃这几个子呢 确实对白棋 还是有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由于黑棋 周围的这几个地方呢 不够厚 也没有厚到那个程度 所以白棋 现在就大踏步的 那么跳出 黑棋 未来想怎么去威胁白棋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黑棋 像这种地方啊 跟棋友们 还是要额外的打个招呼 像这种地方 黑棋是不肯轻易断上去的 这个断呢 一定是要有绝对的把握 就是一拳可以击倒对方 才可以去断 这个断呢 本身投入一手棋 又是单关 如果要是拿不住 白棋外面的任何一边啊 这种投入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他不肯去断 可是这个时候不肯去断 确实又不知道下什么了 中央自补又不太肯 又不太肯 只有压这个 压这个 这个压也很损 压损 不停地在损这边 中央都是在走单关 这时候 谁有没有觉得黑棋的步调 好像变得有点混乱起来了 不是那么清晰了 就感觉吧 感觉 是不是感觉有点累 对 就感觉这个方向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棋 就是我们也要倒退 很多时候下棋呢 就是要后悔 人生最难得 有这种后悔的 后悔要卖 对 有时候下棋复盘的时候 就说这棋 其实挺简单的一点 但是经常是等对方的棋腿 落到棋盘上之后呢 才发现 原来我出问题了 所谓能做到先知先觉的人呢 还是少数 下棋也是一样 下到现在 这个棋 步调有点乱 白棋跳 很愉快 白棋跳 黑棋这棋 确实 这时候很难选择方向 很难选择方向 其实挺想走上面的 但是这棋被先手挡一下 底下的目数损失也很大 因为黑棋这个爬呢 以陈阳叶的棋风来说 还是要追求这一下呢 对 好像必然要下 这个爬 但是这个爬跟这个虎标换也 从大局的角度来说 这个虎也很厉害 这时候对于白棋来说 有点舒服了 有点舒服 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 愉快 局部的愉快 但这个再怎么得利 也都是局部的得利 现在走着走着 其实黑棋中央那四个子呢 已经开始有点变薄了 不像是黑棋能够威胁白棋的样子 这棋就是这样 由于白棋战了战略上最大的一个要点 这是一盘棋的最主要的矛盾 当白棋先站到这以后 黑棋再想跟白棋争夺这个战斗的主动权啊 慢了一步 那就太难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叫天王山 天王山指的是双方在模样 就是开始布局的时候呢 形势嚣张的要点上 这个叫天王山 但实际上在作战的时候呢 也有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 谁抢到这个要点 谁抢到作战的时候的这个天王山 往往比布局的时候那个还厉害 然后黑棋现在跳出来 确实已经感觉 黑棋已经攻不着白棋了 白棋这两边已经都出头了 所以这个断点 一辈子不会补 白棋一辈子不会补 现在主要黑棋感觉防守的点狼狈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这个蛙还是好棋 这个蛙下得真好 这个蛙就是紧紧地咬住了黑棋 我觉得陀加西呢 这个时候啊 棋有点进入到白棋的步调了 陀加西的强项呢 其实也就是在这里 他呢 他其实一旦中盘发生这种 比较混乱的战斗 然后对手出现了破绽 有一定机会的时候呢 陀加西就像一只这个狮子一样 咬住了这个猎物 它不会松口 后面这个漆黑棋下的也有点 有点小艰难 现在这个地方就有断点了 对 这地方是有断 要不断 要不断可是呢 怎么补其实还是挺有学问的 那就简单虎一个呢 虎一个啊 又显得有点太单纯了 虎的话是不是对手还能顺手刺你去 点的话这个拐还是显手 这是不是不太舒服 就他不刺他直接直接飞过来 这个感觉也是 不知道 但是这个虎呢确实是本手 我刚才想是不是并一个会好一点 并一个我这边不是也有这种点吗 难以两全 确实这棋有点难过 这样点一个 嗯 现在点他倒是肯定会压出反击 他也不会轻松的从里面挡 但是这个并呢 确实也不能说形状特别的好 嗯 但是这个棋不补又又很 又有断 这时候我觉得陈阳也有点纠结了 陈阳也有点纠结了 他单纯的补呢 确实心情不太愉快 嗯 就说明前面有问题 前面有问题 你刚才看到了吗 就他们两个在这盘棋之前 上一次的对局 是什么时候有影响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 大成九倍 那是一个快起赛 对 在此之前他们就是交手的很少了 是吧 对 他们两个人很少交手 虽然是队友 但是很少能碰上 对 我觉得陈阳也呢 可能对陀佳琪这一系列的手段 缺乏准备 白旗站下的确实很好 陈 陈阳也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 这个是 他们俩都是一样啊 就是特别的自信 对形势判断呀 对这个 自己的这个 对胜利的渴望啊 就特别的强大自信的这么一个棋手 所以呢 一开始 像这种还手 应该也是跟这种自信的情绪 多少有一些关系 现在呢 像这种地方的不断 对于陈阳也来说 确实有点难以容忍 所以他选择的是这个靠 希望通过进攻去不断 但是这手棋 从后来的效果来看呢 你也很难说是划算的 很难说 对于这个时候 我确实不知道 怎么样去 去帮黑旗去想这个办法 因为这个靠 这种地方呢 我打个比方说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 嗯 黑旗的拳头缩回来 然后剑搭在弓上 是准备射出去的 但是这种拳头和剑呢 拳头不能轻易打出 剑也不能轻易射出 这个时候对于黑旗来说 白旗这个地方确实有弱点 这里有断点 这里有断点 但是这个断点呢 不能轻易的去动手 一旦动手的话呢 很可能 原来有的这个威慑力啊 反而变得没有了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那个剑如果一直搭在弓上啊 对手是多少要提防呢 对 他始终在担心着 对 这个威慑力啊 这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 对如果你这个剑 对你这个剑射出去了之后呢 你对手就不害怕你了 对 而且呢 你除非这一剑已经是有了目的 就是一剑射中以后 收获非常大 这还可以 现在黑旗现在 着急打出这样的一拳 射出这样的一剑啊 从后来的结果看 没有明确的收获 甚至还不如对手的收获大 这个旗就有问题了 所以 所以从后来结果看 我觉得黑旗还是冷静 先补一个算了 补一个 静的话暂时先不动 对 如果黑旗如果白旗飞的话呢 白旗白旗飞的话呢 黑旗考虑做这句话 简充一下啊 这个中央旗旗就先割在这儿了 黑旗反正也很厚 白旗也动不了 黑旗什么 大家呢 就先割在这儿 看以后 谁把这个局面能处理的更好 因为毕竟从实力上来说 黑旗还不落后 虽然在这个局面下 白旗 也算是处理的很理想了 很理想 但是毕竟 黑旗在这边走了两个子 中央又走后了 这边的空也还不错 还是捞了一些木 对 这个旗 如果真像这样的话 应该说离胜负总是还早 还早 后来白 后来黑旗这地方下的 有点小问题 嗯 他直接去靠断 对 这个靠断呢 就是 太着急了 但其实啊 有的时候吧 我们这个旗友啊 还真的挺怕这种的 虽然您现在说他不是好奇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的很多 就想 他是想 防这个断点 嗯 然后去 怎么来 来破解他的意图 对 当然这个靠 白旗就很简单的 就把它吃了就可以 现在好像也 是不是也没得选择 对 没有选择 因为这条交通线呢 对于双方来说都特别重要 如果你不走 黑旗再走一手旗的话 你马上要补这个断点了 这条交通线是断然不可能 让黑旗连上的 嗯 白旗实际上 之所以有这个弱点呢 也就是因为白旗这条交通线的 这个稳固的程度呢 还不够 啊 那黑旗不应该着急冲击 黑旗实战一冲击呢 必然会下转点 这是必然的 白旗也没得选择 那黑旗就打出来 嗯 那这样似乎看着 黑旗把白旗这个字给冲开了 也还行 但是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啊 没有解决 关键的熬度没有解决 就是这个断点 一段没补住 现在黑旗这连了一条 就把这条交通线给连回来了 收获确实有 但是这个弱点还是存在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 这个挖竿的厉害了 这一段黑旗不好办 非常的不好办 这一段 这一段没有别的下方 只能把这个三个字连回来 打吃这个不是齐形 打吃这个还要补啊 打吃这个也不行 反正这一长 你再冲人家 直接一挖 你这个地方是进不来的 全死进来了 嗯 这也不行 所以他实战这个双 就变成唯一的选择了 对 那么最厉害的一点 在于哪呢 就是双完了以后 白旗一长 黑旗可以顶到这 对 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关键还能长这个 这个太厉害了 刚开始我看旗谱的时候 我以为白旗只能去 捞的实实不断的 这样的话 黑旗能搬了贴过来 黑旗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搬再压再走再压 如果能下成这样的话 控制中央的这个面 黑旗形势还不错 但是这点确实 陀加旗下了以后 才发现 这地方断居然可以不补 是活旗 对 这里边是活旗 哇 这个旗 那黑旗就大大的失算了 我们看啊 如果黑旗断的话 会像什么样呢 白旗打吃一个 那他必须要粘上 这个打吃也是先手 嗯 那这个旗其实也是先手 你还是要补 或者他先挤这个也是先手 这里面你要补断 哦 你需要再挤这个 再挤这个还是先手 对 然后这个就已经 对 明显活旗 对 就明显是活旗了 怎么都是活旗 嗯 因为活旗你断掉 它就没太大意义 而且断的时候 还把自己的气都撞紧了 以后人家连这个尖都是先手 这个旗 等于断是没有的 是不成立的 哦 所以说这个被白旗尝到这儿 飞旗的这个局面就有点 也太辛苦了 难了 有点辛苦 因为黑旗毕竟一开始还是 从这个点方开始 还是摆出的是一副进攻的架势 对 现在呢 被白旗尝到这儿 我们看黑旗下的其实全是单关 是吧 黑旗虽然从这连坏了 但是实际上还是单关 尤其这个地方以后 人家尝完了以后啊 点 这味道非常的不好 这个局部是有味道的 或者是这种靠 这地方的味道呢 是黑旗的一块心病 嗯 对感觉呢 这几种攻击下来啊 不仅没攻招东西呢 反而让白旗成了一个外事 对 这子被切下来以后 这边白旗有很大的潜力 嗯 那我觉得 嗯 有问题 是 接下来的黑旗啊 恐怕要下把油了 因为这个前半盘啊 下的真的是不太理想 是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来看一下 他们后半盘会进行成什么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中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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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直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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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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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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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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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奇 单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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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